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戈打市打县卫生局劝告下 援引1988年传染病防控法令发出有关的预令 他指出 渔民市集关闭期间 所有犯伤也不允许营业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他补充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犯伤的健康安全 同时敦促犯伤遵守有关指示 否则将遭到对付 随着击打州巴东德拉县的针对性加强行管令 在昨天结束 警方已经拆除当地的四个路障 好让民众能够自由进出 虽然针对性加强行管令已经结束 不过巴东德拉县警局主任 Bukiamman提醒民众 依然必须时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巴东德拉县实施针对性加强行动管制令 是因为扁担饭店业者违反居家隔离令 引发西瓦干加感染群 随着该感染群没有新增病例 加上居民完成14天的隔离 所以政府宣布结束加强行管令 前朝西蒙政府直接颁布的 101项工程合约的争议不断 对此财政部长Denguzafro 公布了相关合约的细节 包括获得合约的公司名称和金额 他指出 在西蒙执政时期 101个总值66亿1000万令吉的项目 是在直接谈判的情况下所颁发 其中数额最大的是交通部 占了超过44亿7000万令吉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101项工程合约清单 直接颁布的合约涉及数额最大的是交通部 其次是国防部占超过9亿令吉 内政部占超过5亿令吉 通讯及多媒体部占超过3亿令吉 以及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占超过1亿7000万令吉等等 在交通部 工程合约数额最高的是巴生谷第二阶段双轨列车 基本设施升级工程 该项目占了44亿7525万令吉 此外国防部有5个工程合约 包括维修政府飞机 直升机 战斗机和运输机等等合约 有关合约都直接颁布给同一家公司 也就是ERROR私人有限公司 根据清单 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涉及直接颁布工程合约 当中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 以及通讯及多媒体部 分别占了13项和12项 在合约数量方面 除了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 以及通讯及多媒体部之外 其他部门都少过10项 Zafro表示 根据五个条件 财政部是允许直接谈判的情况 包括涉及公众利益和紧急事件 政府早前提出1990年 员工房屋住宿和设施标准法令修正案 以便全面保障员工福利 人力资源部长达多斯利·萨拉万恩指出 经过修正的法令将在主月1号开始落实 雇主一旦为例将可以面对5万领级的罚款 雇主一旦为例将会面对5万领级的罚款 沙拉万恩也提到 保障员工薪资的电子薪资系统 已经在筹备的最后一个阶段 如果顺利 希望可以在今年内正式推出 他补充 为了让雇主有时间做出相应的准备 政府已经给予雇主三个月的宽限 直到9月1号才全面执法 霹雳州士林周一席补选将在后天29号迎来投票日 随着补选踏入最后的倒数阶段 各党候选人都积极展开竞选活动 其中国盟的各党领袖也都前来助选 为国阵候选人摩曼在地站台 展现了国盟各党之间的团结 土团党副主席大德摩曼·拉菲表示 国盟各党之间的团结合作不容置疑 在这次的不选中 国盟变得更强大 另一方面 摩曼在地也表示 在这次的补选中 各党的竞选团队都给予了合作 共同努力争取选民的信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即将迎来63周年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辉煌条文 如佛一名男子从35岁开始 便在住家的每个角落张挂国旗 展现爱国情操和精神 Gamdi Kamil的住所除了随处可以看见辉煌条文 还设立了一个阅读角落 里头有许多关于国家独立的历史读物 提供到访的客人阅读 同时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 Kamika Miu住所张挂的辉煌条文超过900面 他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意在表达自己对国家的爱 体现本身的爱国精神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戴靖航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